新婚夜 老公洗澡时忽然喊 瑶瑶帮我拿条内裤 我刚想去拿 却愣住了 瑶瑶不是我 是借宿家中的她的女兄弟 我还没反应过来 瑶瑶就硬生进了主卧 指尖还挑着老公的内裤 她连门都没敲 甚至都没看我一眼 静止走到洗手间门口喊道 喂 开门 你爹给你送苦茶子了 呵呵 老公他爹死了十几年了 这是鬼伤身 那就辛苦他爹 顺路把两个烂白菜都带走吧 一 和傅东辰相恋两年 终于步入婚姻殿堂 他老家来的兄弟团 三男一女提前一周就到了 他们一起筹划了一场梦幻般的婚礼 看到我感动流泪 他深情地说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一事后 老公说要请兄弟团吃饭感谢 我不想他们太辛苦 便在家里招待了他们 他们喝的都有点多 我安排他们分男女 在家里的几间空房休息 老公在主卧洗澡时 我躺在床上翻看着婚礼的视频 圆满的婚礼 爱我的男人 温暖的家 一时间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正回味着 呼听老公喊 姚姚帮我拿条内裤 我刚想起身去拿 又愣住了 姚姚不是我 是他兄弟团中唯一的女铁蜜 我还没反应过来 姚姚已经应声就进了主卧 连门都没敲 指尖还挑着条腹东尘的内裤 那内裤是我昨天手洗亮在阳台上的 他静止走到洗手间门口喊道 喂 开门 你爹给你送苦茶子了 老公笑回 放到洗漱台上 滚蛋 姚姚回队 你敢对你爹这态度 你这是娶了媳妇忘了你爹呀 他转脸对我笑嘻嘻的说 英姐 你别见惯 他都是被我们这帮兄弟惯坏了 你可别太纵着他了 惯服如沙服啊 开着的门窗 刮来一阵穿堂风 吹得我浑身冰冷 我裹紧被子说 你听力这么好 关着房门隔着两间卧房 他说话你都听得清 他得意的说 我就猜他洗澡又会不带换洗内裤 他喝两口猫尿就这德行 我这当爹的操心在门口等着呢 我不客气道 他爹不都死了十多年了 你这也不嫌晦气 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凝固了 嘴张了几下 却什么没说出来 傅东臣正好从洗手间出来 他第一眼看向瑶瑶 怎么了 你这光张嘴不出声的 被谁下降头了 他瞟了我一眼 带着鼻音道 你爹 说完就出了房间 傅东臣追了出去 喂 哪来那么大火气 跟小爷说说 谁让你受委屈了 小爷给你报仇去 睡你的娇娘去 别来烦你爹 以后别再叫我给你跑腿拿东西 另一个兄弟从房间里出来 颇为不愤的说 瑶瑶好心给你拿内裤 被你家那位阴阳了 接着对瑶瑶说 来哥这里 不合着娶了媳妇的人一般见识 他搂着瑶瑶肩就要进房间 傅东臣一把扯开他的手说 拿开你的狗爪子 滚回自己的房间去 穿 唐风来来回回的吹 浇吸了我满腔的热情 二 傅东臣回到卧室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问我 门就进来给我老公送内裤 我不该说吗 他的面色立即戴了三分不欲 他是我铁蜜 就是个汉子 拿条短裤有啥 如果不是看到他刚才打掉男兄弟的手 护送瑶瑶单独进房间 我都能信了他 我道 哦 那是我多心了 我还单独安排他住一间房 酒店也多花钱单独给他开的房 明天让他和赵义拼房住吧 赵义就是刚才打抱不平的兄弟 傅东臣道 他俩合住那怎么行 我冷冷地道 都是汉子 有什么不行的 傅东臣一时语色 我一贯脾气好 这么尖锐的说话好像还是第一次 他看我真生气了 赶紧上床哄道 好老婆 别气了 我就是看见你今天太累了 不忍心支持你 让他跑腿呢 更何况洗澡间是独立的 他又看不到我 你以前洗澡经常让他送内衣吗 我问 潜意识里 我觉得他是喊顺口错喊的 我和傅东臣是异地恋 我们谈了两年才决定 他从老家来我这边 毕竟这边是京市 大城市机会多 我又是家在本地的独女 这里的资源更有利于发展 算起来他到京市也才一个月 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我预料到了 我们之间会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但从没想过 还有个女人可以在他洗澡的时候送内裤 他迟疑了一下道 也不经常 你知道我和他们四个 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游戏的 互相之间谁顺手都会帮的 那你为什么不喊那三个男的帮你 不是想着他们是男的 你一个女的在卧室不方便吗 也算是个理由 可是今夜 我心里始终隔应 我拍掉他伸过来的手道 他是你爹 他喊我姐 算起来我是你姑 你离我远点 三 傅东城不但不远离 还使劲搂我 哄道 好音音 良辰一刻值千金 难道我们的新婚之夜 要为别人争吵吗 以前他一哄 我就好 说到底 我并不算硬脾气的人 但是我也只是温和 并不是软弱 今天 我觉得自己的底线 被清清楚楚的僭越了 我不想糊里糊涂的稀释宁人 可也不想新婚之夜 闹得鸡犬不宁 毕竟屋外就有四个人 楼上还有我爸妈 我道 你去把内裤换了 我不想碰别的女人碰过的男人 没有边界的男女就是烂白菜 我想着 他换了内裤 大家顺着台阶就下来了 不管怎样 他兄弟团后天就返程了 等他们走后我们再掰扯 没想到傅东城咬牙道 音音 你非得这样吗 你能不能不要把人想得那么肮脏 我和瑶瑶打小一起长大 那就是一个哥吗 你这样怎么是侮辱他 我道 哥吗 他哪里像哥们 是紧身包臀抄短裙像 还是假睫毛内眼线像 我让你换条内裤 怎么就是侮辱他 他与手碰过的内裤 不能脱了是吗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 他们辛辛苦苦从老家过来 就为了帮我把婚礼筹备好 就为了能让你有个满意难忘的婚礼 你现在确定要找他们的事吗 话说到这里 我也来了火气 那我对他们就不好吗 他们往返计票我出的 住宿酒店我包的 礼服我买的 半手礼给他们一人两千 回去还给他们带了土特产 他们喝多了 我怕他们回去酒店辛苦 还专门安排他们住家里面 我拿点事找事了 反倒是你 不该反省一下 你自己行为 他没有边界感吗 四 正说着 有人给我发了一条婚礼上的视频 我打开一看 浑身发抖 说不出是气得还是难过 婚礼上我去换装 三个男兄弟 使劲把遥遥往傅东城身上推 起哄让他俩喝娇杯酒 当着重宾客的面 傅东城搂着瑶瑶的腰 二人深情对望 胳膊相绕喝了浇杯酒 喝完傅东城说 新婚快乐 瑶瑶道 你爹我也算嫁人了 我冷冷地问 傅东城 这究竟是你跟谁的婚礼 是你跟我 你跟瑶瑶 还是你跟你爹 傅东城看了一眼视频 也愣了一下 接着无所谓道 那就是一个玩笑 我气道 玩笑 好笑才叫玩笑 你觉得 我会认为这个好笑吗 我爸妈觉得好笑吗 难怪我换服装回来 我爸妈脸色不太好看 我还以为他们是看女儿出嫁不舍的 原来是因为他们当众演了这么一出 他们是老派人物 不会喜欢女婿和别的女的干这种事 肯定是说了 又怕让我不愉快 婚礼进行不下去 才忍住没告诉我的 他们应该是憋着气到婚礼结束吧 傅东城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 明显有点不耐烦了 吴音音 你是 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不过就是大家经常开玩笑 昨天他们一闹 我就顺势跟着了 我想着他们为我们的婚礼辛苦了那么久 我博了他们的面子不好 你有必要那么咄咄逼人不依不饶吗 我真是太失望了 本来我以为他只是无心越了边界 我提出来他应该就能意识到 但是很明显 他根本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我第一次对我们的婚姻产生怀疑 我道 不能博了他们面子 所以你就不管我的面子了 也不管我父母的面子了 原来对我是原则性的问题 在你眼里只是小事啊 傅东城 看来我们三观不太一致啊 他恼火道 什么原则问题 我和瑶瑶清清白白 你的脑子里都装着什么龌龊的东西 你能不要吹毛求疵吗 你的意思 我看到老公婚礼上和别的女人玩暧昧 我不能有意见 还该拍手给你们住姓氏吗 你没玩的是吗 你开始的时候想过怎么玩了吗 这一幕我没目睹 太遗憾了 正好人就在这里 你们重演一下 我不仅鼓掌 我还直播 我让大家共襄你们的清白之举 傅东城齿锋里挤两个字 疯子 疯子 我瞪着他 心里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 因为我俩曾开玩笑 看到有人说女人一生的进化史 就是少女 少妇 怨妇 扑妇 疯子 哑巴 我说 如果有一天你让我怨恨 我一定直接进击到挨甲 把你飞成太监 他搂着我说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否则我就转型成你的小母猪 我们笑成一团 言由在耳 却恍如隔世 那时觉得多甜蜜 现在就有多讽刺 他可能也想到了 脸色变了变 最终却是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摔门而出 哼 他还有脸摔门 门都知道要个门面 他连脸面都不知道要 我听到那几个兄弟都来到了客厅里 刚才我们吵架的声音不算小 他们应该也听了七七八八 听见也好 我希望他们清楚我的界限 省得我还要再找机会说了 其中一个兄弟沉心问 发生了什么事 傅东城堂塞道 他嫌我喝多了 赵一道 男人喝几杯算什么 要我说 你就该让他知道 男人就是这家里的甜 瑶瑶道 哎呀 你别火上浇油了 冬子这就等于入坠 事事都得让三分 傅东城道 你说谁入坠 我特么的挣钱养活不了自己吗 你这样的我能养活十个 瑶瑶带着几分甜蜜称怪道 你爹我用你养 当你说话你还对我 真是狗咬吕东宾 不识好人心 另一个兄弟王大可道 冬子在家里的地位 我是毫不怀疑 那位喜欢小苍蓝的手捧花 冬子做主换成瑶瑶喜欢的香槟玫瑰 他不是一点没敢反对 瑶瑶得意一笑 傅东城一下子压低了声音道 别说了 可惜阻止晚了 我已经站在门口了 换手捧花时 他跟我说是因为更喜欢香槟玫瑰的花语 原来是为了博人一笑啊 我在看瑶瑶一身紫色的睡衣套装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说婚礼现场要粉色基调 明快而幸福 傅东城说紫色更好 高雅 爱得深沉 我同意了 我可真是个大笑话 我还出钱给他们几个订机票 订酒店买礼品 还感谢他们为了我和傅东城的婚礼 不辞辛苦 原来他们不过是为了筹划 他们的团宠瑶瑶喜欢的婚礼 这一刻 我气得浑身发抖 六 傅东城知道这一点缘不过去 我们就得玩 他赶紧跑到我跟前道 音音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我真是因为那花语 再说 你后来不是也说喜欢吗 我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瑶瑶看我没出声 倒觉得他们站了里了 唯唯去去道 对呀 音音姐 你不是也说那话好看吗 你若生气 也别怨他们 是我不好 我就是随口说了句 喜欢香槟玫瑰 没想到他觉得好 就用了 你可千万别多心 他这话可换回了我的神志 我道 你说这话不就是要我多心吗 你不就是想说 即使是我的婚礼 你随便说一句 傅东城就放在心上吗 还有 你喊谁姐 你比我大三岁 装什么嫩 我跟傅东城吵架 你算哪根大葱 跳出来装水仙 赵义一份甜音道 瑶瑶好心劝架 你还反咬一口 婚礼时感动得要死 现在矫情什么 傅东城回头道 你闭嘴 赵义满脸通红 眼光阴冷道 你为什么就让瑶瑶受委屈 你俩出了问题 跟瑶瑶说的着吗 我吃笑一声道 当甜狗当上瘾了 以为自己是英雄就美了 你不就是喜欢瑶瑶不敢说吗 拿什么哥们当掩护 人家当你是备胎 你不甘心 想从我这里树形象 你就是在使劲 他眼里你也不如赴东城 陈欣道 算了 大家 都在气头上 别说了 明天大家冷静冷静再说吧 王大可也劝道 嫂子 我们和瑶瑶都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 他俩真没什么 我道 装什么好人 婚礼为什么换花 为什么变色调 你们当真什么都不知道吗 光屁股长大怎么了 那是什么不得了的道德 免死金牌了吗 光屁股一起长大 就等于长大一起光屁股吗 瑶瑶事实在那边硬低气道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我笑道 你做事难看 还想听什么好听的 再说你不是一直说你是汉子 是兄弟吗 哪个男人哭是硬硬的 怎么你的铁兄弟们没教会你 怎么哭吗 傅东城怒道 吴音音 你简直就是个泼妇 我道 你别哭得离花带雨了 你还管我是不是泼妇 吴音音扭身跑了出去 几个人都追了出去 傅东城说我 你太过分了 咬咬一个女孩子 这么晚跑出去 出事怎么办 我道 你怕他出什么事 遇见男的 他是汉子 你怕男童找他吗 那估计还瞧不上他 他叽叽道 我去看看他们 别出什么事了 我道 你快去追你爹吧 不然烧纸都来不及了 我内心冷笑 发生这么大争执 他不担心我一个人在家出事 当时担心三个男人 追出去的女人出事 果然人在着急时的 本能选择 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心 他一走 我立即叫门锁上 本来我就想免他们走 他们自己走了正好 再让这些人住在这里 简直就是侮辱我的房子 气 回到卧室 我浑身就像散了架 这是我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和人撕破脸吵架 刚才死撑了一队伍 这回撩不住了 激烈的唇枪舌剑 耗尽了我全部的勇气和体力 这就是我期盼已久的婚礼 这就是我爱了两年的男人 终于知道了 什么叫从天堂到地狱 我忍不住流了泪 我以为我的婚姻 会和父母不一样 我爸在家说一不二 认为对女人来说 丈夫就是比天还要高一头的男人 我妈忍耐顺从惯了 有时候我看不惯我爸数落他 我妈还要教训我 他说 女人就是那样过日子的 奶奶是那样的 外婆是那样的 婶婶就妈是那样的 大家都是那样的 可我不想 我一直抗争 如果婚姻只是要求女人忍耐 那女人为什么要结婚 我想我的婚姻 一定不是源于不得已的忍耐 而是因为两个人互相奔赴的爱 可惜 第一天我就被现实打脸了 这时 摄影师给我传来新整理出来的 今天婚礼现场的视频和照片 等来他说全部整理好 后天一起发给我 我着急发朋友圈秀恩爱 非让他整理一部分发一部分 现在看的每一章都是讽刺 整场婚礼 我笑得毫无心机 甜蜜的像傻子 傅东城看我的样子 好像也全是宠溺 为什么转瞬之间就变了呢 我的心就像被扔到了绞肉机里 被一点一点磨成肉泥 我看到和傅东城交换戒指说愿意时 终于泪如雨下 我那个时刻是真的幸福啊 可我看着看着 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我说愿意时 瑶瑶也无声说了两个字 她的眼里 盛满嫉妒和不甘的怒火 这时 一群人起哄我和老公接吻 傅东城看向了瑶瑶 她瞬间换回了豪爽的笑脸 我反复看了几遍 试着那个口型 竟然是愿意两个字 愿意 浇杯酒 内裤 我忽然明白 他们肉体出没出轨不确定 但是精神上的越界是必然的 瑶瑶的龌龊心思 她自己清清楚楚 而傅东城呢 她对瑶瑶的心思真不清楚吗 她在明目张胆地享受着 和她的这种暧昧的关系 甚至用拿短裤这种私密的事情找刺激 这种男人更恶心 我一瞬间清醒过来 这样的男人就是烂百菜 我绝不会去忍耐 更不会留恋 正想着 忽然听到客厅有走动的声音 吓得我缩成一团 我才想起来 虽然反锁了门 但是保姆房的窗户还是能进来 因为惊天人多酒气重 我开了那窗三位 忘记关上了 没想到被人进来了 我不敢出声 正想偷偷给我爸妈发短信 让他们帮我报警 大门打开了 几个人说话的声音 是傅东城他们回来了 简直是离了大谱 八 傅东城走进卧室 但默地看了我一眼 应该是看到我红肿的眼睛 竟然暗藏得意 他说 哭什么 早知如此 何必那么做 说到底 今天的事 都是你无中生有 冤枉了瑶瑶 你跟他道个歉 这件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瑶瑶大度 也说了你道歉 就不会跟你计较 傅东城 你是不是以为我一贯好好说话 就是好说话 他算山海经理的哪一页 我给他道歉 你算他的哪一任 替他出头来找我 你知道刚才你们滚蛋时 神明对我说了那四个字吗 人狗殊途 你们敢 紧滚出这个房子 瑶瑶在客厅道 我都说了不回来 你们偏要回来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赵一道 这是冬子求你回来的 他搞不定 那他以后不要回老家了 一个娘妈都搞不定 羞死人烈 我道 娘妈 怎么你有一群娘 你们老家挺有意思哈 喜欢当爹找娘的 你们仙人 爹娘成群的不觉得羞 当田狗被胎 仙人也不觉得羞 好好当人 你仙人觉得羞了 感情你的仙人不是人吧 赵一回骂道 我日 我打断他话道 你想任他目标 正满心满眼盯着别人呢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你要是再出言不逊 我不介意让你知道 中华文化多博大精深 赵一还想骂 可又怕骂不过我 憋得满脸青筋暴露 傅东城脸色则黑的 像被烟熏了十年的老腊肠 他给他们使了个眼色 然后关上房门小声道 音音 其实瑶瑶是个单纯的女孩 当年他爸为了救我爸死了 我们家一直觉得 亏欠他想弥补他 我爸去世时 让我以后要娶他 他也一直以为我会娶他 可我遇到了你 便知道我和他之间就是亲情 他曾说嫁给我是他的梦想 可能私心里 我对他是纵容了一点 但我们真是清白的 这可真是渣男啊 我若条件比遥遥差 他真会和我在一起吗 说的那么动听 不过是新版陈世美的故事而已 可惜我不是在公主 我道 这些都是你的故事 你家的欠债 与我无关 不该由我偿还 他道 没有你还 我道 那你们在我眼前干什么呢 跳大神吗 又是暗戳戳弄他喜欢的婚礼 又是上赶着说愿意 还喝浇杯酒 还要当我面送内裤 你不觉得可笑吗 我都想顶礼膜拜上三炷香了 他怒道 吴依依 我好好跟你说话 是不是没用 我们现在结婚了 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你凭什么娘我朋友 你耍什么大小姐脾气 你搞清楚 你是我老婆 离了我你就是一个二手祸 你看看 还有哪个男人肯要你 哈哈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呀 傅东臣 你看看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大清都亡了 你把裹脚不裹到你小脑上了 还二手祸 真是笑死 我就算二手祸 那也是奢侈品 而你 不管几手 都只是磕烂白菜 我真是恍然大悟 刚才一直还想不通 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其实不是突然变了 而是他一直掩藏的真面目 突然露出来了 他以为结婚了 他就能拿捏我了 你就不再装了 听我根本不怕 傅东臣咬牙道 我离开你别后悔 我道 别走好吗 他道 现在知道害怕了 后悔还来得及 你去给我朋友道个歉 我截断他话道 别走啊 跑起来 你乖乖 把他们都带离这个房子 是我留给你最后的脸面 等我出去赶人 那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他阴沉着脸道 好 吴音音 你够狠 就 外面终于安静下来了 我一头埋进被子里 想哭却哭不出来 我唯一庆幸的是我们还没领证 本来结婚前一周约好领证的 但是刚好那天 他们兄弟团到精美去城 后来忙着结婚 就预约了婚后再去领证 这真是老天爷给了我止损的机会 我开启新生还不难 许是太累了 想着想着就睡过去了 梦里我去滑雪遇到雪冬 我掉进了一个倾斜的冰凤里 下面是无尽的深渊 我无法止住自己一直滑下去 我感到要失重了 腿猛的蹬了一下 醒了 天亮了 浑身大汗 那梦境如真的一般令人恐惧 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就像生活在那冰凤里 音音 醒了 吃早饭了 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傅东臣道 我这是在做梦 傅东臣宠溺的给我拿来衣服 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我妈进来了 她就出去了 我妈说 昨晚是不是闹得太凶了 我诧异道 我们隔了两层楼 吵到你们两个了 我妈道 傅东臣一早买好早餐 求了我和你爸两个人 说你不知怎的生了大气 把他朋友们全年走了 他怕你气坏了身体 让我们来劝劝 你说他多关心你 我差点气歪了鼻子 我爸妈一个心脏病 一个高血压 我平时只差把他俩供起来了 不想他们受一点刺激 傅东臣为了他自己的目的 竟然不顾死活 把二老请来 我道 那个臭不要脸的在哪里 还敢去告状 我妈道 在餐厅陪你爸吃早餐呢 我爸还有心情和傅东臣吃早餐 果然男人供情男人啊 我立即穿好衣服 到了客厅 我倒想看看他怎么策反我爸的 可没想到一到餐厅 我爸就瞪了我一眼道 新婚第一天就闹 撕扯得这么难看 让亲戚朋友知道了 笑话你 说出去还不是丢你的人 十 我道 什么叫我闹 那些无耻之事都是他做的 凭什么要笑话我 谁做错丢谁的人 我爸道 那些不过是玩笑 当什么真 我道 若我和男同学在婚礼上 当众搂着喝焦杯酒 你觉得好不好笑 我爸毫不犹豫道 那有什么好笑的 不够丢脸的 我爸的回答 真是要把我气哭了 我这还是考虑到他身体 没说傅东城他们 做的更过分的事 说出来只会更气 他比傅东城还能找出理由 证明我不够通勤达理 我爸从来对外人 都是通勤达理的老好人 对我和妈妈两人 就变成了不可理喻的 父权父权的忠实践行者 我反问他 我做了你就觉得丢脸 傅东城做了 你怎么就觉得是玩笑 我是你亲生的吗 我爸道 男人逢场做戏的多了去了 你这么斤斤计较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气到 就这样的日子 还谈什么往后 凭什么男人就可以逢场作戏 就因为是男人 是宪法给男人的权利 还是上帝给男人的特权 新中国男女平等几十年了 怎么到了你们这里 男人两字 就成了永远有效的上方宝剑了呢 哪有牙齿不碰舌头的 两口子过日子 磨合磨合就好了 爸 我爱吃香菜 他不吃香菜 我俩慢慢统一叫磨合 现在这个叫搓磨 而且是搓磨没有过错的我 单方面让我忍耐退让 我凭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看我父母说服不了我 傅东辰低头想了一下道 音音 你这么一说 好像我还真能理解你 为什么不高兴了 我昨天真就是因为 能和你结婚太兴奋了 脑子一时不清醒了 但我和瑶瑶真是清白的 我道 如果要用嘴巴来证明自己清白 那就是已经不那么清白了 看我立场坚定 他软了下来道 对不起 瑶瑶 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 你要是介意 我跟你道歉 你也体谅一下我吗 哈哈 句句说着对不起 又句句说着不得已 是不是我不原谅你 就是我不体谅你 可我凭什么非要体谅你 傅东辰失去了耐心 我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 你觉得不合适 我也道歉了 你还想怎样 他的声音高了几分 我们交往两年 他从没大声过 看来我不了解他的地方还挺多 我道 有理不在身高 你大声不意味着你有理 也不意味着我就会妥协 你今天不太冷静 我们改天再谈 我也需要时间 好好理清这两年的账目 十一 傅东辰道 我明白了 你是想踹掉我 故意找借口吧 我冷笑道 看你长得像唐僧 没想到你是猪八戒 倒打一耙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了 他还想跟我掰扯 可是我转身回了卧房 现在 无论傅东辰还是我爸 我都不想见到 正好傅东辰手机响了 他的铁兄弟们找他了 他信心离去 还千兵零万嘱咐我爸 做我的思想工作 而我爸 还真不负重托 拿出实诚家长威严 勒令我要委屈求全 我妈也哭口婆心劝我道 他又没养别的女人 你发了火 他也知道厉害了 就原谅他吧 两口子过日子 不都是这样的 忍忍就过去了 若他真翻脸不要你了 你以后也很难嫁出去 我道 谁说男人不出轨 就没必要离婚 我就是不想以后的人生理 只要想到我的婚礼就难受 我不想天天内耗自己 最终把自己变成个怨妇 我连这个权力都没有了吗 而且 我究竟为了什么要忍 我养活自己 轻松自在 难不成我还要没苦硬吃 非要给自己找罪受 再说了 不嫁人犯法吗 不嫁人判死刑吗 嫁不出去就不嫁 有什么不得了的 嫁不出去 是因为那些男人 配不上我的好 我妈抹着眼泪道 你不嫁人 我死不瞑目啊 我和你爸 肯定走在你前头 你没老公没孩子 孤零零的多可怜啊 我道 那些有老公孩子的 被扔到机构里等死的 不也比比即逝 再说婚姻里 你都忍了一辈子了 幸福吗 难道你还想我也像你一样 一辈子被折磨 明知他不好 还非要我和他在一起 这不是要我跳火坑吗 我妈一脸悲哀道 哎 你怎么命这么苦啊 我道 我不苦啊 你别劝我 就不苦啊 这不是没领证吗 老天爷给我机会止损呢 我妈不吭声了 我爸追过来放下狠话道 你要是分了 就别说是我的女儿 我道 爸 你想把屎壳浪搬不动 丢下的粪球 当成黑珍珠一样 捡起来当宝贝 我管不着 但是你若非要我吞下去 说过天也不可能 吃屎这种事 我死也不会做 果然生活不是一地鸡毛 就是满脸狗血 12 这是酒店发 给我账单 我订的四间房 除了摇摇住的那间 其余三间退房了 怪不得傅东城匆匆走了 原来是被铁兄弟叫去买单了 我订的酒店比较好 四间房一周两万多 傅东城应该不舍得花钱 就想起我这个冤大头了 我刚想跟酒店说 拒绝付费 忽然反应过来 酒店是本院种亲自去开的 信用卡预售权也是本院种的 我拒绝也没用 可这账单 我一看 好家伙 果然他们几个铁的深入啊 这频率 怕是铁储都要磨成绣花针了吧 我跟酒店提出 我对费用有意义 我要看录像 确认这些消费确实是他们的 那个经理爽快提供了录像 我赶紧交了费 我怕迟一步 傅东城就发现了端倪 这种大礼包 还是要关键时刻送出去才好 我还告知经理 四间房的房费我都只付到今天为止 再有人住下去我拒绝支付 十三 我在房间清算这段时间花费时 傅东城回来了 他明显有点紧张 我一看他那样子 就必然是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我低头不理他 他端了杯水过来 闲着脸道 音音 这都折腾了一夜了 你也累了 喝杯水吧 无视现殷勤 非奸几道 我好奇他打的什么主意 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没话找话的问 你在做什么 清算这一周的费用和收的红包 都不少吧 是该好好登记一下 以后人情往来都还要去还的 啊 这个都是我家亲戚 这不用你操心了 你家亲戚不就是我家亲戚吗 我有点不能忍了 直接道 你有话就说 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磨磨叽叽了 让你爹笑话 傅东城脸微红道 你不让瑶瑶住酒店了 我笑道 这话说的 酒店那么多 我管得了他住不住 可酒店说你拒绝支付房费了 我付得这钱吗 我又不是他妈 他是你爹 该你孝顺 瑶瑶是为了帮咱们婚礼才来的 打住 应该是说他用我的钱办他的婚礼 我还没要你们赔钱呢 他道 赵一他们三个今天回老家了 瑶瑶想留在京市发展 他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现在你退了房 他无处可去 之前咱有个想出租的小房子 不如先让他住一段时间 呵呵 原来是算计这个的 我冷冷地道 他还想留在京市发展 嘖嘖 他那智商呀 也就是和白天数太阳晚上数月亮 还有你 离我远点 我对见人过敏 傅东城脸色骤变 但又忍了下来 好生好气球我道 音音 咱们约好了明天去领证的 别闹了好不好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这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我沈笑道 你说的话 我一个标点都不信 领证是不可能的 你曾有过机会领证 你也该记得是怎么没领成的 现在 你登天都比让我领证容易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这一提醒 傅东城一脸懊恼 那天我们等该去领证的 结果瑶瑶一道 一会儿腹泻 一会儿头晕 说是晕机 我说 让另几个兄弟照顾一下 瑶瑶直接阴导松衣 傅东城说不放心去看看 就错过了预约的时间 到晚上 登记不了了 瑶瑶的病也好了 现在看来 明明是有意为之 好在当时我少没看出来 不然离婚还得费劲 不说要财产分割 三十天冷静期就够折磨人的 傅东城现在毁的肠子都清了 可他也知道 强迫不了我 他转头就走 我知道他想搬救兵 去找我爸妈 我沉声道 傅东城 好聚好散 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你若再找我爸妈 不仅不会让我改主意 我还要你偿还这些年的花费 你自己想清楚 傅东城道 吴音音 你究竟为什么这么狠心 说到底 我也并没有出轨 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和我分 我道 傅东城 在新婚第一夜 你就让我失去了爱你的能力 你清楚的知道 我想要什么样的婚姻 你也清楚 我是什么性格的人 或许你以为举行了婚礼 你已成炊 只要你肉体没出轨 我就会忍受 可是你错了 我不会凑合过日子 也不会忍受一个内耗我折磨我的婚姻 十四 傅东城走了 他知道如果真闹起来 他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我妈道 他没死缠着你 也算拎得轻的 我道 不是他拎得轻 是你女儿拎得轻 没给他留一丝幻想的余地 男人啊 现实的很 他才不会花时间做无用功呢 我妈愤愤的说 没让他受点惩罚 真是老天不开眼 我道 别急 只是时机没到而已 这也是我放过他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 有些事不值得我浪费精力 自会有人做 比如瑶瑶 他肯定会攀上傅东城的 你看我们都吵成这样了 也没影 想他留在傅东城身边的决心 傅东城一直以为 瑶瑶是个纯洁的暗恋他的女孩 瑶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的手段花样可多了去了 那段喝酒杯酒的视频 应该就是赵一录的 他发的 我拉黑了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唯独留了那个发我视频的微信 大约三个月 那陈记的账号又发了一段视频给我 傅东城和瑶瑶的婚礼 瑶瑶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了 应该是我婚礼前后怀的吧 两人笑得甜蜜 傅东城还把手放在他的小腹上 一语不发 挑衅示威之意却昭然若解 我不慌不忙用一个小号 给傅东城发了我婚礼时酒店的账单和视频 那个账单里 四个房间的小雨伞全用掉了 而且还不止一盒 而视频里 瑶瑶换着花样 拿着香蕉葡萄之类的水果 去敲那三人的门 送水果上门 那三人也都去敲过瑶瑶的门 没有一天空闲 难怪他们都那么卖力帮瑶瑶策划婚礼 铁哥们 连孩子都可以分不清彼此的 佩服 十五 我妈最近天天问我傅东城的后续 我说挺精彩 就是尘埃还未定 我妈非追问 我告诉她 傅东城一下子戴了几顶绿帽子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就在老家传开了 傅东城受不了天天被人耻笑的日子 要求离婚 瑶瑶不肯 傅东城最后家暴 孩子没了 瑶瑶重伤 一只眼视力不到0.1 还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样瑶瑶更是不肯离 赵一气的报警 非追着要警方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理傅东城 现在 傅东城能不能判还不一定 我妈气道 这个人渣为什么还不能判 我道 因为需要进行精神病鉴定 听说她神经了 不知道真伟 总之 要么精神病院吃药 要么监狱采缝刃鸡 那三个铁哥们四分五裂 成为老家人饭后的谈资 不得不一项谋生了 而瑶瑶 站街了 我妈后怕的感慨道 还好你没跳火坑 我道 就是 女人还是要自己拎得清啊 这时我爸喊道 喂 茶都凉了 给我换杯热的去 喂 就是我爸给我妈的称呼 我妈憋红了脸 半天大声回道 你自己没有手吗 自己换去 我俩相识一笑 眉眼间 春暖花开 万物微蕊 全文完